美国国务卿克林顿警告叙利亚从土耳其边界撤退 他说叙利亚在那里部署军队 使对难民来说已经很坏的局面变得更加恶化 而且有引起与土耳其人发生边境冲突的危险 克林顿星期四在华盛顿告诉记者说 美国认为那里的局势令人担忧 叙利亚军队应当立即停止在该地区的袭击和挑衅 他说在土耳其边界附近集结军队 是叙利亚政府企图镇压他自己人民的右翼迹象 星期四早上叙利亚部队在坦克和狙击枪手的支持下 冲进基尔贝特埃尔尤兹镇 促使数百名叙利亚难民跑到土耳其